早知道财讯热搜榜TOP103月31日 新华网 请点赞订阅 谢谢 早知道财讯热搜榜TOP10 运用新华瑞斯大数据平台 从各媒体信源数据抓取最近24小时财经新闻事件 话题传播热度排行 1.博敖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将于4月18日至21日 举行博敖亚洲论坛秘书长李宝东介绍 博敖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将于4月18日至21日 在海南博敖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 届时 线下预计将有2000多人参会 数十位国家领导人 前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将在线参与 今年正值博敖亚洲论坛成立20周年 2021年年会的议题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将设六大板块数十场活动 涵盖双循环 金融开放 判中和 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热点议题 二 发改委等六部门动员部署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 近日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 工信部 人设部 农业农村部 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组织实施 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的通知 为推动示范行动尽快落地见效 3月30日上午 六部门以视频形式联合召开会议 对示范行动组织实施进行动员部署 会议明确了组织实施示范行动的具体任务目标 时间表 路线图 下一步 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 指导各双创示范基地加快制定和落实 示范行动具体实施方案 定期调度强化协调 确保完成示范行动全年 新增110万个高质量就业机会目标 3 农业农村部 坚决打赢重口夺梁攻坚战 3月30日 农业农村部 召开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视频会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当前 春耕生产从南到北陆续展开 正值小麦调锈并防控关键时期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保障粮食安全和病虫害防控的总体部署 早谋划早准备早防治 创新方式方法 工作抓时抓紧 措施落细落小 坚决打赢重口夺梁攻坚战 4 银保监会 商业银行不得强制老年人使用银行卡银保监会 30日消息 要求商业银行要保留仍在使用中的纸质存折存单等老年人熟悉的服务方式 不得强迫老年人使用银行卡 不得对老年人使用柜面人工服务设置分流率等讨核指标 5 国家能源局 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世界第13月30日 国新办举行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建华介绍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有关情况 张建华表示 截至2020年底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9.3亿千瓦 战总装机的比重达到42.4% 较2012年增长14.6个百分点 其中 水电3.7亿千瓦 风电2.8亿千瓦 光伏发电2.5亿千瓦 生物质发电2952万千瓦 分别连续16年11年6年和3年稳居全球首位 此外 我们的装机现在40%左右是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的30%左右是可再生能源 全部可再生能源装机世界第一 6.区域性国资国企综改试验区 改革格局 他表示 2021年是实施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 关键之年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将督促支持上海 深圳 沈阳等第一批综改试验区深化落实各项任务 指导推动浙江杭州 湖北武汉 陕西西安 青岛第二批综改试验区 尽快制定方案并启动实施 7.上交所 推动更多跟踪本土指数的产品 发行3月30日 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中正指数有限公司主办的上交所 2021年指数化投资国际推介活动 线上成功举办 下一步 上交所将着力完善指数体系 优化存量指数编制方案 拓展指数产品链和加大本土指数的国际推介力度 推动更多跟踪本土指数的产品 在境内外市场发行 为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提升上交所市场国际化水平 与境内指数国际影响力 8.欧盟市场监管机构 向国际评级机构目的开 罚单据央视新闻消息 当地时间30日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表示 已向国际评级机构 目的开出370万欧元罚单 理由是该公司违反了包括未能披露 利益冲突在内的多项规定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称 目的公司对所有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其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五家实体公司 将受到处罚 9.国有三大航空公司 2020年合计亏损370.82亿元 30日晚上 国有三大航空公司 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 发布2020年财报 据计算 2020年 国有三大航空公司 合计亏损370.82亿元 日亏约1.01亿元 营收方面 2020年度 国有三大航空公司中 南方航空营收最多 东方航空营收降幅最大 净利润方面 中国国航亏损最多 南方航空降幅最大 10.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下跌截至30日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04.41点 收于33,066.96点 跌幅为0.31%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2.54点 收于3958.55点 跌幅为0.3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4.25点 收于13045.39点 跌幅为0.11% 板块方面 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 八跌三涨 其中 必须消费平板块和科技板块 分别以1.13%和0.95%的跌幅领跌 非必须消费平板块和金融板块 分别以0.75%和0.71%的涨幅领涨 转耀幅领 0. 2